再來看民眾黨的身體市長 郭鳳安 正是因為他早點 做理會給監風起訴 國民黨的黨主席 自立倫雖然鼓勵 郭鳳安 也望說 失敗行為親別 不過 所團出說 自立倫並沒有性感 侯友誼 讓民國同 自立倫是批評說 這種講法是故意 不正在對立 也要講到說 朋友應該是越多越好 今天侯友誼也設定郭鳳安 說失敗可以來行 當然是您說得 民眾黨團是表示說 希望政典不同英雄修喚 社交通 馬英企記載團說 以這個機動 可能會丟慣國問題的下誓 這個標準的是純心 製造對立 見縫插針 我們希望能夠用司法 來還給當事人清白 這個就是一個基本的態度 難道我們要對於同為在野聯盟 或者是同為在野陣營的這些朋友 要落井下石嗎 民進黨放著很多的弊案 尤其像立電的弊案 這麼大的案子都不敗 我相信人民的引金是血量的 最後相信司法會還給當事人一個公道 人家說秋葛是褲子不褲子 不過蔡麗倫這個機動 是引起當來這件的嚴重 對這件事 蔡麗倫是個一次發 在壓大臉面 共調朋友是越多越好 在人越舊越好 總統代算拿北俠 要是全萬雄雄的空間 現在民眾黨才是表示 不希望政治力蓋入司法 既然進入司法程序 在原則上我們當然還是尊重 但是我們也不希望政治力來去介入司法 也支持高宏安市長 來蒐集更多的對自己有利的證據 來捍衛自己的清白 那北俠佳奏做焦點 平衡的生活要是都在打拚 蔡麗倫過去還是國民黨的黨員 去年以武當節的新婚參選國養市長選出去 最近加在民眾黨 向頂調參選國養市議的一選區 挑戰民進黨現今立委 苦疑贏 高同市長部的熱情的邀請 還有柯主席就是告訴我說 你就全力的為高同市而選 而不是為民眾黨 而不是為柯文哲他本人 像這樣子的鼓勵 讓我非常的感動 民眾黨頂調各問題 競選辦公室發言人李柚基 加藏雲雷兩位入獎挑戰選立委 兩個人因為都有國民黨的背景 所以在國民黨的中間 在國民黨的中間 都會提供 记得从哈报道